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一天假中床 我是大飞 我们的头号就是 家里有电宝 一天就有电宝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跟文房四宝有关系 现在年轻人呢 对这个文房四宝呢 了解的比较少了 大部分都是什么电脑啊 这个路由器啊 类似于这些 是不是 你说的那不是文房 您说那是机房 机房对 机房四宝 这什么词这都是啊 这个今天呢 我们的藏宝人相当了的 掌声有请这一组藏宝人上场 你好 哎呦 哎这就是小朋友 这这么小就是藏宝人呐 哎呦 这这怎么还一位这 哎呦这俩怎么长得一样啊 双胞胎这是啊 你是哥哥 哈哈哈 你是弟弟 你是弟弟 我是哥哥 你几岁了 哦你几岁了 我六岁半 六十岁了啊 六岁半 来叫站在一起来 双胞胎站着一躲啊 哎呀 我先见小朋友聊会是吧 也欢迎你 怎么成功你 我叫杨卫东 来自河北黄华 黄华 你做什么职业的 我教师 教呦老师学上这个啊 对 这可是校长 老师 你们跟人家去比赛啊 对对 哦 那这个叔叔问你们个问题 哦 你们的这个 理想是什么呀 我 想成为班长 我也想 哈哈哈 想半天才是个班长啊 那想成为班长啊 人家这是校长 你们得展现才能 比方说你们这个会什么呀 会朗诵古诗吗 会 哎我们这今天是文房自保 得跟文化粘边 古诗来段 先古古诗真是古诗 来开始 人知初 性本善 性相近 其相远 苟不就 信来天 就知道 贵一端 三子劲这个啊 那这不行这个 呃 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能没有啊 还有 还有 一惊 一惊 不跟贝两句一惊 听听了 嗯 周一上 今 前过 必一 前下 前上 前 人 立真 朱雕 前楼 雾用 九二 见楼在天 立见大人 九三 君子 这个文房自保有文优舞舞会什么呀 会踢腿吗 会 来表演一下能不能舞好 你 好 哈哈 虽然您是校长 这事呢我也不掺和了 呃这是您的对手 这年龄加一块呢故意都赶不上您 这样吧 我给你五分钟 你们直接先落了坑爷俩落了坑吧 你们是对手啊 小宝贝小宝贝小宝贝握手握手握手 来做好准备 请亮堡 这样吧 咱们先让老师来吧 哈哈 您 先介绍您那个笔筒 我这个笔筒啊 是清朝廣续 梁观前说 Shaun 内谓 但是那个画 gaat 小宝贝小宝贝 我叫鱼朗 鱼羹鱼朗啊哎 现在请鱼先生介绍一下 您的这个藏品 爸爸上场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要藏品怎么把爸爸先介绍出来了 这你们知道不知道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鸡桶 介绍完毕 我觉得还是把爸爸请来吧有请爸爸你快来呗 您肯定也姓鱼是吧 我我也是 来来您介绍一下这个笔筒 这个笔筒呢 是清朝的一个叫邓卫啊 一个竹雕的一个大师 他的作品 他这件作品呢 流传世上非常少 现在来讲这个呢又是楼雕又是透雕 工艺呢做工什么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形状也是特别大的 这在竹笔筒里边 这个堪称是稀罕之物 那邓卫在前嘉年间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竹雕的大师了 他的流款款制 以形凯为主 而且呢他是以浅地雕刻杨文 比较著称 来请三位专家 敬前观赏 给我们讲讲笔筒最早是干什么的 笔筒呢一方面是我们放在桌子上 然后专门是存放毛笔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可以养一种非常珍奇的小动物 那这个小动物就是猴子 猴子 对中国有很著名的三种很小的 由专门是文人默克玩主玩家 培养出来的一个叫枕鸡枕头里的鸡 一个是绣犬养在袖子里面的狗 还有就是墨猴 是专门养在鼻筒里头的小猴子 这个猴子会干什么呢 他住在鼻筒里面 然后呢吃柱也在里面 然后他会出来帮墨 就是帮忙去研墨 所以为什么说他叫墨猴 他不仅可以给你研墨 等你这个写完了 说把这笔贴点割旁边了 说我这用完了 那个墨猴会趴在上面 把那个墨全都舔干净 这一个瓷子一个竹子 这个在古代也是有瓷子是吧 大家看这鼻筒的材质其实很多种 比如我们还有木雕 七雕 铜的都有材质是很多 瓷子笔筒在前边的 比如说青瓷啊 宋代啊什么都有了 那竹的是一个什么地位 竹调笔筒呢 一般我们都是发展到 只有在明清两代 因为明清两代以后 这文人参与到这个文化当中来 一般的文人都会画画 那么他在笔筒上也展现了 他这一幅图画 所以他一定是自刻自画 而不是匠人刻 从这个竹调笔筒这一方面来讲 他展现了文人的这个文化 展现了我们的文化成长 谢谢 现在市场上呢 这个竹调的这个笔筒呢 现在也非常多 但是呢 说实在话呢 仿制的特别多 真正的那种老的竹调 流传下来的竹调 老笔筒特别少 而瓷器的呢 现在大家可能更追求一些 但是现在高仿的 包括这个仿制的 很多人也愿意收 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民国词 早期不值钱 但是现在呢 价格越来越攀升得很快 现在收这个笔筒呢 振动的心向与瓷器 报告准备60秒 豆宝开启 说是我这个 首先我说它真 它的优色特别的饱满 再一个的壁后 手感特别好 我说它是真的 并且我这个画面呢 是两个大美女 你看一看 哎呦 这个大美女 是三个的时候 大乔和二乔 那时候的大乔跟二乔就长这样 鼻子跟嘴那个对比度像狐狸 古代的美人啊 还有个标准啊 一是它的神态要酥 第二面三白计划 就是鹅白 鼻梁白 和下鹅白 你看复合不着 再一个过去一说美女 叫淡扫鹅梅 它的眉毛特别的大 额头特别的寬 您说这个 所以说它符合 而且它讲究这个十字 叫嫌隙 所以它这个提的词 叫十字进行能暗住 哎呦最后十秒 呃最后十秒别说你的了 你这个我跟你说啊 这这这我老瞅着 长得不是那么漂亮 这这还是我这好 咱家这个是不是比他那大呀 是 咱家这个 把历史都给刻在上面了 这个是不是好啊 好 咱们能不能上啊 能 一定要上列啊 上列 好时间到 各有各个斗法 三位专家谈谈面相 呃 是不是如两位持宝人所述的 呃真是那个年代的 吴比总它是一个浅降财 浅降财只有清代末年 到民国这个时段才有浅降财 它只是在彩色当中加了粉 那么有浅降财 它只是在彩色当中加了粉 那么所以它这个颜色比较浅淡 它的画法都是仿照了海派这种画法 我们浅降财 也是我们景德镇来讲 清代末年到民国这时期的一个彩词来讲 是最高峰的一个阶段 我问您的话 您没打我啊 您感觉这真吗 我觉得浅降财还是真的 嗯 这笔筒呢 那邓魏那作品呢 现在留下来的 我们知道就是白菜笔筒 知道的比较多 白菜纹笔筒 那就是房品也很多 就感觉好像邓魏他们家种了 十亿吨大白菜 年年往外批一样 对 因为民家的这个款制 经常后人的这个房品上 会用它的这个名号 这个那您是不是在暗示我们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竹笔筒 它有一定的问题 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要从它的竹子的包将 邓魏是乾隆时期的 另外一点 我们要知道邓魏的这个雕刻的方法是什么 第三点 我们要知道这竹雕笔筒 也有当时不是邓魏刻的 别人刻的邓魏的款 但够清代 那么它在雕刻方法上 是不是符合那个时期 就您觉得 不够 假的 不够 来 您呢 房的 对您是不是有点打击啊 这个啊 没有 没有 那总得说出理由来 好不好 心庆 来 上天来 你们得代表专家 得告诉人家 得心服口服 这个这个包将的颜色呢 有点不太够 您说的那个年代 那刚才我也说了 关于这个款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款制上面用的字体呢 它不是形凯的字体 那所以呢 我们会感觉这个会 像是一个防品 不过这方面呢 这个娜老师应该也是专家吧 哎 不不 一家之言啊 我跟您这么说吧 这稍大了 有这么大竹子吗 您这竹子肯定是 用发面剂 或者用什么一种东西 给它炮大了 这应该从尾面 属于到处地体节吧 应该是 这应该是 从这个文理上看 应该到处 最起码在四五节以上 到处四五节 而且呢 他不是说要雕吗 我这跟您说一下 这我一家之言 这这文化人在这的啊 您看啊 您这是狩猎的 对不对 是狩猎 狩猎的 您看好啊 您长眼 这边 还是狩猎 对 可是您看 他穿的这些衣服 应该是清朝的部队 啊 您往这看 何必是这人 他穿的是 大明朝的军服 哎 也就是在您这个雕刻当中呢 演绎了历史 哎 这清明 光宫占秦琼了 演绎了 您那穿越了 穿越了 对 然后迅速 民族大融合了 迅速大融合了 而且呢 这我就说不清楚 我总觉得这山呢 和这松有点问题 您您觉得呢 这是 但我说不出来 松和竹哈 这个山呢 呃 从我们雕刻角度上来说 它不是在一个地区的 就是南竹北山了 啊 这有点 而且呢 就跟您说一句 竹子雕刻一般都是文人 自己雕对吧 老实说的 自己雕 就这么一件 如果是真的的话 它得干多少天活啊 这么复杂的一个雕件 太腻了 但是这个东西 它雕刻呢 本身非常的丰富 对也挺漂亮 对层次很好 您从现在开始存的再过一百年一定是古董 现在请给出各自的价格 我还真不想卖 您非要说说个价呢 我就说个价 二十万块 二十万 来 瓷币桶 十万 十万 二十万一个十万 来请我们的艳艳艳 我觉得那个瓷币桶呢 我觉得八万左右 我觉得是现在比较合适的价格 猪币桶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 虽然您不想卖 但是现在非得给一个市场价的话 两万五到三万块钱 那么到底这两位池宝人谁会胜出呢 我们有请专家给出一点 最终 获胜的是 获胜的是 来我们给你看看一些 专家鉴定一点 潜降采是你笔桶 为清代光绪时期 民谣典型作品 是你刻画细腻 线条优美 色色淡雅 展现了清代末期的文化传统 祝贺您 谢谢 好 有请专家为我们的获得者 颁发我们的天下收藏 好点 掌声有请下一位藏宝人 下场 欢迎欢迎欢迎 你不跟我握手是不是 我这没办法 我这欢迎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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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徐德亮先生 是我 徐先生 珍奇先生 这二位呢 是文化工作者 就跟我们的这个 辛庆一样 也是文化学者 我们跟李辛庆 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有些什么样的渊源和关系 我们俩的恩师 是李艳先生 是辛庆姐的父亲 哎呀 这样说来 你们应该管他叫姨是吧 你点什么辈 就是 该叫师姐 师姐 其实咱可不是斗嘴来了 咱们是斗宝来了 家中有宝 有一块宝 当然有宝 你也带来了 我是绝对一块宝 绝对一块宝 二位请酒位 好 一带一九的关键时刻就要到了 看看这二位带的是什么呢 请亮宝 有手 哎呦 此乃文人之物 哎 哎呀 来二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藏品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一方宴台 但不是一般的宴台 我们都知道四大名宴啊 有端宴 舍宴 城里宴 桃和宴 咱这是 之手 端宴 而且不光是有这个宴台 您看这盒没有 大漆盒 这盒还真不错 是不是 真奇 趴在里人背上 俩王八 什么都不懂 这是两个龟 对呀 这个龟说是龟 其实呢 又是龙生九子里面的避戏 避邪 藏寿的意思 另外您看这还有松树 还有这象征着这个文雅的梅花 说实话啊 您这真摆盗了 什么叫摆盗了 您这这 拴石的在下边松树怎么能盗着这样 说明我们这叫什么 倒栽松 不是倒栽松 我们这万古长青盗了 哦 这盗家了您一拿这一看这盗了就送到您家里对不对这个 对对对对对 我说徐德亮先生 您这东西看着可比那块头小太多了 这东西不能令块大块小啊 要块大块小您早就是当皇上了 您介绍介绍 这也是端页啊 端页上上三坑 这是最好的一个坑口 叫坑仔盐 哎 这是一个清代的端页 而且这个龙双龙涂水 又大气又文雅 最起码是乾隆时代的 而且实质非常好 这还有一个盐 这实质叫什么呢 上了水以后看出来 这叫透底的鱼脑洞 就跟吃的那个鱼脑子似的 厌尸里的真品 想当年啊 龙庸季晓兰就是拿这个厌 摸摸写字给皇上上表的 请三位专家 去欣赏一下 实质细密 确实摸小孩的屁股 咱这里边的核心部分最好 来专家请回 这二位我要透露一个秘密 他们其实是画家 嗯 画画的极好 说错了 说错了 啊 只有我一位是画家 嘿 还有一个水平 就是小孩画地图那个水平 我真的假的 行了行了 我这就要看来了 是不是 您那叫探尖饼 啊 还不如我这 没票 我是二位爷 二位爷 画的比他强 我是主持人 让我 我来透露一下 徐德亮 您写一声 主要是画猫 对 哎 家里养了八只老猫 哎 最少的时候是八只 最少的时候 而且呢 徐德亮呢 只要是见着流浪猫 就往家抱 见着流浪猫 就往家抱 而且还给看病啊 理发呀 最重要一点 那我说 我得透露一下啊 朋友们 他们家养的都是母猫啊 您可不知道啊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徐德亮是公大 听我说一句 人家画这画 可是画老虎 咱们这样 在专家 揭穿你们之前 不是 点评你们之前 咱们先欣赏一下 二位老师的一座 不是 那个 大座 好不好 一座 一座 不单斗艳 斗艳 之前咱斗的画 斗的画 既然咱都是跟李艳老师学的 咱们看看谁画的好 来来来上画 各位您别狙掌 可以鼓掌了啊 咱这还得有提款呢 你看咱上面这诗写的好 咱咱咱上面这诗写的好 我瞅着 我瞅着 你也跟我会吧 我跟您说 这整个人马戏团的猫 您看 我们脱了衣上 给你 光膀子跟你打不行吗 你脱光膀子也不行 我给你解读一下 这整个人一天热了 该脱毛衣了 这什么呀你这个 没关系 不是打不了吗 您帮我举一下 来您把那一副再拿过来 还一副呢 怎么着斗极了 什么叫斗极了 我这脱光膀子打不了 这老虎妈 那就是没自信的表现 不是 那小公猫不成 我们这娘俩也上 各位您掌声支持谁 一目了然啊 我告诉您 真的 我们仨人还打不过他 我没有办法 我这尿招一拿出来 马上甘拜下风 你闹什么招啊 你把你媳妇叫来都没有 尿招啊 我把他老虎那儿子偷来了 怎么样 你还别说 这猫话还真有点像老虎 行了 三只猫 怎么样 还带一只虎猫 不是这个咱打不明白没关系 验台为重 对对对 咱让专家说会 你先消消卷 好吗 咱还是在验台上比拼呢 对 好不好 行不行 就这么着了 哎呀 两位真是虎荒豆 嗯 看这是咱今儿说的验台 这我想问一下专家 验台在文房四宝当中 这居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验台可以说是在文房里面 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最重要 对 所以虽然说我们叫笔墨指宴 但实际上呢 这是讲得顺口 验台不仅仅是我们实用的工具 就这样它表现出来了 一个人的性格 还有它的品位 你一看了一个验台 就知道书房的主人 是什么等次的了 哦 那您看这二位的验台 评价一下这两位先生的人品 对 我今天看这叫同门相残呢 都是相残 都是相残 没关系 这叫同门厮杀的 这样子挑的这个验台 一看吧 首先呢 给人感觉呢 比较清凉 那么也说明 这人的骨子里头 还是比较舔淡的 这验是您自己的吗 我自己的呀 怎么收来的 故事给我们讲一下 这是去古安城 古安城呢 一般都很难收到 好东西又便宜的 但是这个还恰恰的 捡了一个漏 因为这古安城这家 它是卖家具的 卖了家具 然后那个老家具的案子上就放了几方页 有特别差的 也有特别好的 他不懂 而这多少钱啊 它就胡说件 这个恰恰是 跟我系列加费差不多 我就把它收入那中 其实是减了个漏 您再看看 珍奇先生 这人品和这验台 是不是身量至少是符合的 对 这个验台就是 让我想起一个成语 叫买毒还猪 验台外面的那个外壳啊 就是这个漆的这个雕刻 还有上面那个 就是两只乌龟的这个造型啊 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里面这个验台呢 就烈烈的显得有一点逊色 不过这个验台现在啊 自己买回家用还是方便的 送人就不太好送了 主要上面是双龟 两只不过这个龟 在这个验台的雕刻当中 这个代表什么 我看有那种松树 这个双龟的图案当中呢 在我们那个汉代就已经开始在验台上表现出来了 特别是唐代的好多验台也都是这种龟形的 在中国来讲这个意义呢就代表长寿的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验台呢 它既是一个实用器也是一个观想器 大家看电视剧什么季晓兰了什么的 都是验台 就有好多名家自己也在课 特别这个验台的背后一般都带着名文的 那表现了这个文人的身份 所以这两个验台呢 它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 我们觉得这个端燕的食指的好坏 主要看它的食指的是否细腻 如果它的食指像小儿肌肤一样 那它的食指一定是很细腻的 另外的颜色 我们看它一般都是这种紫的颜色 我们叫胭脂粤 所以我们在买一个端食就一定要注意 有好多都是假的紫食冒充给端燕 所以在收藏当中要注意这个 端燕呢现在收藏非常热 一些老坑料子 现在原材料的卖的价格很高 现在又专门的收藏这个燕头的 一个一支专门的收藏地 而且非常庞大 他们说这玩意还能沿猪沙 这是怎么回事 色末和猪沙末不是使用这种燕面 使的是玉的燕面 沿猪沙应该很名贵 玉本身很细腻 跟猪沙才能配得一起 一个文人 如果显出自己的这个文气 雅气为之惯的话 这桌上至少得割几方燕呢 这文人用燕就是实用器 对 那么在实际实用当中就是一个燕 其实我有好多燕板 一点工都没有 或者就是一个方方正路的板 四周起线就很雅 但这东西拿了我怕他不懂 所以我就拿一个刻骨好的 你还怕我不懂 咱这样 都说雅我们没见过 也没见过古人如何研磨写字 今天二位呢都是表演艺术家 那么在现场我们模拟一下 两位文人在自己的 是书房啊还是文房 文房 书房和文房是不一样的 这不一样的吧 这个书房呢实际上是读书人为主 他里面也会笔墨直言 那主要就是写写他自己背的功课啊 研究的论文啊什么这些 但是文房不一样 文房在一些人家呢 他是有一定的会客 雅籍 然后这个就是包括展示自己的一些小的收藏的 这么一个好你给定一下这二位 是在书房好还是在文房好 在文房好吧 在文房开始 你写我给你读 嗯 嘿 写给真奇的 好 一入清人城 再入清人国 好 不知清成与清国 哎呦 什么最后一句 大胖姑娘 真难得 好 我还是傻样 孔子徐先生为全世界留下了一句成语叫清国 清主 就为这样的人 我这能压倒一片 这个哎 你刚才说研磨那冬天这冷怎么办呢 好的 研台实际上冬天是不怕的 比如我这块研台 拿走这么一喝 他立刻就是一秒钟都不到 我给你回来一下 拿走这么一喝 这样也能够研磨吗 说这好的研台就是哈气即可摸摸 接下来 我就不挑事了 咱们得斗不好 您还不挑事了 时间一共就60秒 来做好准备 60秒 计时 开刀 我这特别好啊 你哪有好 我这是 他这艳是跟草价还价德来的 所以叫讨厌 你知道吧 他这不良 我这好 你说为什么好吗 我这个研台特别好 他这个文房用品缺不了 你来点掌声好不好 不好 你看看这是 你听着这 哎你别别别动手 这人讨厌 我这确实是好 还有眼 那是乌乌乌的说半天口识都不清楚 你说吧 跟主角子知道鸡巴拉什么呀这都是 还有30秒 好 还有还有30秒 还能再说一会儿啊 各位我告诉您啊 够清代的够清代的正经 瞧一瞧看一看啊各位 谁要买我这戳堆了啊 我跟你说 带包装盒的啊 小时候不让不过 可了巴的了 最后10秒 最后10秒他那些不灵 刚才我过就把他配了都 这两位这逗宝 这完全逗气了啊 这不知道这专家对他们的表现 看好谁 从燕菜的食指来讲 大家都看都是端燕 但端燕我说了也有食指好与不好 那么这边这方燕菜呢 食指要和那边的燕菜比呢 这边的食指比较好一点 另外这边雕刻的 我们看都是雕刻的是一个龙 而且底下他有一个食眼 而且利用这个食眼呢 他做了一个巧雕 雕了一个符 那按现在的意义来说 就是不在以前 我们说这块燕菜的天线 就是他 我们叫做光屁股燕菜 就是没有盒 因为一般的燕菜都呢 有一盒或有天机盖 它就没有 它这个时代应当是民国时期 那那方燕菜呢 我们看了 它有一盒 但是它那盒和这燕菜 不是一码事 就跟刚才李老师说的 买一送一了 它这个盒的外表 是一个漆盒 但我们觉得这个漆盒很好 它是日本的 那我们看它 就在用金漆 绘了一些松树 而且上面还雕刻了一个双规 这个盒本身很好 相当于我们的民国时期的 一件老的漆盒 这一说还跟真哥们说糊涂了 请问许德亮先生 您这方验台 您准备出价 六块 接着比划 六十 六千 六万 好 六万 一二 五万 这个验人来点评价格 许德亮先生这块 这个这个验台呢 我觉得市场上 大概是三万到四万块钱吧 好 来 那一顿东西 我觉得两万到三万之间 这到底是这个 许德亮先生这能胜呢 还是真基先生这能胜呢 不知道 咱们请三位专家 拿出你们的意见 有请二位 专家的意见已经有了 好 来我们看一看 现在到 我就打开来看一看 等会儿 怎么着 这可就要打了 对啊 就玩真的了 玩真的了 这就是谁输谁赢就知道 谁输谁赢了 我再给我点机会怎么样 你 不是大老师真的 哎 有人撕下去 您吃炸酱面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是不能给机会 不是 你说吧 这是不给机会 我跟你说啊 这个炸酱面多个面板 什么炸酱面多个面板 你要说 我那里有典故 看着我那个大七和尚 不是有俩规吗 嗯 这又叫什么 您这又叫王八 人聊斋志义里有记载啊 各位都看过聊斋志义里边 人这个书生跟王八 有故事 憋宝就那憋宝 对 您看吧 咱们中国有一个词 叫做憋宝 我们去找宝贝啊 或者说憋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好那个孤架啊什么 但实际上它原来呢 这个词呢 是那个就是 甲鱼那个憋 憋它修炼到一定的年头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它这个身体里头 产生幻化出来一个人形 像八代王的故事就是 它得了一个书生的恩惠嘛 然后呢 它就说怎么报这恩呢 于是呢就把这书生的胳膊上拉了一口子 然后呢 从嘴里吐出来一小人 这小人就钻到他的这胳膊里头了 然后在这呢就长了一小骨包 然后呢 从这以后呢 这个书生就可以 不管隔着多厚的土 隔着多远地方 它都能看见 什么地方埋着金银财宝 还有骨丸呢 还有这古墓啊 然后很快这个书生呢 就就发达了 等会您您别再往下讲了 我跟你讲 这故事要真讲完了 您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 为什么呀 我都点过啊 有个乌龟啊 咬了那书生一口啊 这书生就会健保了 这是您说的 就知道哪好哪那什么 这三位专家可真坐着的 您是说这烟爱剑老师吗 您那小人乌龟生了个孩子 不是您这生一孩子 给他 然后他就能健保了 这小人到点得让他走 他是以人的这个血 喝人的血为生 您到点不让他走的话 这人就给抽干 看一下 受累 您再介绍一下 您那叫什么名字 双龙湖水 风载炎端燕 他这跟您没什么关系 这个您那叫什么来着 我那叫大七万古长青 在双龟文的河里边 放了一个带扁熟的燕 行您您挺吧 您挺吧 我想知道谁赢了 来吧 送给我 最后获胜的是谁呢 没河的 没湖 你看一下 分家一样 雕海水龙端燕 燕至细润 燕堂曾有余脑洞 利用食言巧雕 胡在眼前 寓意吉祥 为民国时期应用之价比 若珍齐老师 能将其合参与比赛的话 也有可能获得实力 我说您那哪有后 没有是吧 什么乱七八 我们都看着呢 没有 后面是我说的 恭喜 感谢 有请专家 给许多亮 办法我们 听一下 您不是把证据给他了吗 那顶的也给我了 好 谢谢您 好好 掌声有请 下足常跑人 上场 欢迎请就位 好 欢迎两位 分别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首先您来吧 我是从事电影方面工作的导演工作的 我是编剧 今天带来一对呢 真的都 假的 你不知道吧 我说别的 好的 上来就火药味比较浓 来抓紧时间 请亮宝 好家伙 我们这些的藏宝人是越拼越奇葩呀 这您这待大箱子上 现在还没亮完呢 您这可真是一大盒子啊 这里是什么样的重器啊 这样您先别着急 咱先从那小的来 您介绍一下 您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啊 这是一对清朝同志的粉彩的树档 哦 是一个树档 对 啊 那说说您这是什么呀 这大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要让我给大家来盒拿来看一看 好 一件一件拿出来展示一下 哦 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别着急 咱们让现场的观众猜猜猜看 这是什么 谁来 这是压址的 观赏看的 放笔的 您公布这答案吧 这是什么 冥帝石的树山 哦 这看是割笔件用的是吧 不是割笔件用的 这就是一个小观赏物 陶冶氏围 这是一个苹果尊的笔戏 乾隆年来的 这个很有意思 都有个盖 这个是黄花梨的这个印尼盒 您还有吗 有哦 您继续 对 这个是紫檀的笔床 你在上头睡觉 对 没事 放笔的 非常贴切 这个是沉香的壁格 也叫腕枕 写字用的 哦 壁格 很讲究 您还有 有 哎呀 沉默的 沉笔的那个 我看像调色板 这个是紫檀的印章拖 印章拖 对 您看它上面有四个小方块 看吧 这一大印章 夸夸夸夸 可以装四个 印章拖 还有人猜是墨盒的啊 不对啊 还有啊 最后一件 来 这是一个磁雕的镇纸 它这样不公平啊 人家那虽然是两个 但是人家是一对对吧 对 是一套的 全全国现在可能也就这一种 您这个这我们只能挑一件 我本来只是想这个 这个组团来PK它的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挑出来 就哪一个啊 别着急 能够把它PK掉 我们现场有专家 嗯专家咱们上场先看一眼 然后帮着挑一件好不好 哎 听听专家的一点我也要参与啊 对来来来停 你这压力大啊 我把绝对了 水宝人呢拿了一堆东西 这一堆你要分着叫呢挺复杂 有没有统一的名称 这些学法员拿来的一些东西呢 统一来说我们叫做亲共 那么亲共呢 它是特指我们放在书案上的一些 有实用价值或没有实用价值 但是一定与文化相关的一些摆件 那比如说像刚才拿出来的抹床啊 然后包括说那个笔托啊 笔床啊 然后还有张托啊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壁格 这是我们写小字的时候要用的 但是呢比如说我在花案子上 我弄一瓶清水 然后我放一枝梅花 这也叫亲共 咱们的任务很简单 依然帮着他挑一架 准备和那个PK 个人要说我选的话 林碧石 哦就这个没任何意义的林碧石 给大家展示一下 能不能告诉我位子 公布这个林碧石历史吧 要七八亿年 我觉得这个跟他跟他PK比较靠谱 啊靠年份 对 来有请我们的张伦兰老师 我觉得我要挑一挑那个粉青柚的苹果尊 那有一个大清乾隆年炙 但这个是水橙 不是蒜笔用的 是有一个有一个涂勺 换水用 是喝着还是怎么 不是往燕台上换水用 要是我选的话 白瓷的那个振齿 白瓷的振齿 对 不行咱俩撞车了 那是我的 那就选那只猫吧 一个是他这个东西呢 做的非常有情趣 非常可爱 雕工也很好 而且呢 木制的印尼盒 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多件的 该我选 你们想知道我选哪个吗 亲我的 选了这样东西 保证你能够胜 那又是胜不了呢 不可能 你得对我的 我对你负责 你得对我的大事负责 我对你大事 我给你找一下啊 好 来我就选那个 死的 白色的 振齿 那老师的 我觉得您可能 死的更快一些 哈哈哈 专业我告诉你 从专业的角度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 听清楚了 因为 他是李欣庆选 明白吗 李欣庆选 他什么人呢 他是李欣庆的孙女啊 李家名人之后 自己是琴棋书画 什么都会 他选的 为什么选 刚才我去选那边的振齿呢 因为振齿 对于我们 尤其像我这样 从小学去书画人来说 是特别有感情的 尤其是像 小的时候 我记得 我还没有学画画的时候 我天天看着我爷爷 我爸爸画画 然后有一天他们画画 然后有一张纸 扔在那个桌子上 我过去拿那个振齿 咔咔咔就去 全给他们给押住了 然后我爷爷特别高兴说 一看这孩子以后 是干这个的料 这个文房当中 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今天带过来的呢 这一对振齿呢 上面雕刻的呢 是我爷爷经常写的一个 就是对联 石壁挂藤通转意 同音笛鲁林琴声 这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石壁上头 挂着的那个藤子啊 就好像我们写的传书一样美 让我们用这种办法去体会 中国书法的美意 那么这个同音滴滴路是什么呢 让人感觉就是在那个影子下面 滴下来的那个 那个一滴一滴的那个水珠 然后像是什么 像琴的声音一样美 还有一个小东西 这个东西就稍微的沉了一些 这个是一个银钉 然后现在呢 我父亲拿它来做这个振齿用 银子 对这个是实际的 就是当时在市场里头通用的货币 那么他需要呢 用那个银角 把它要角断 才能够使用 那么这个很沉的 你可以颠一颠 哎不颠了就颠到我兜里去了 你贼性味冒出来了是吗 是是是 一下把我的品德就充分暴露了 这个银钉最难得在哪儿 它虽然是清朝的东西 但上面打的是唐朝的 开元二年的年号 咱回到唐朝也能用 可以 他必穿回去 好 那我们正式开始 请您 夸宝 那个雕工非常细啊 它这个主画面上一棵松树 然后呢 大家仔细看 它每一个 这个松枝 都是一枝一枝的 非常清楚 在看它整个这个画面的这个寓意 是在一个深山里边 一个小农家 啊 然后呢有房子 有小人 好有头牛 边上还有吸水 最重要的是呢 它吸到什么程度啊 它这个农所前面还要聊小鸭子 这夸的挺有意思啊 风声吹起 来吧 您这沉默半天了 来有请我们的编剧 刘江宇 快跑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清朝同志年间的一对 粉彩开光书格 我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您介绍说 为什么给放屏了 我们拍不到了就 放屏了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上面不太一样 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一套清朝同志年间的 粉彩开光书格 全国现在为止 可能存在的只有这么一对了 它整个呢 现在有一个关于 富贵白头的这么个寓意 而且它是那个年代版的 瑞士军刀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枕头 也可以把它变成熟店 然后还可以一样把它 放在我们的桌子上 当正直属 他们的夸宝 靠谱吗 说的对吗 有意思吗 他们两个说的都挺靠谱的 而且这两件东西 让我都眼前一亮 那那个书格也书党 确实是让我比较 因为太稀少了 太稀少了 第一次见就是真的活到 对 因为我们之前只是有听说 很少会用到这个东西 因为中国的古书呢 它是软软的 它不会说立在那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一般是压在上面用的 它并不是挡在你头上的 压在上面 对它不像西式书 它是这样占人 首先他说的 他这是图日分采 那我觉得说的有点夸大了 说全国只有这一件不是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仅得最民谣的产品 我们说了它的造型跟枕头是一样的 现在作为书党来用 那么过去就是两个枕头 民谣产品在大众的收藏当中 比较好的东西 不是仅此一件 我听明白了 您那不是书党 您那一件是枕头 枕头 睡醒了 拿着当书党用的 是 真像我们现在人那样的羊头枕的吗 还是 这支一下就行 对对对对 夏天用的两枕是南方用的 那个雕瓷东西也是井的镇的 雕瓷呢 我们看到的最好的东西应当是在清代中期 乾隆才开始有 那么我们过去有雕塑 但和雕瓷有所区别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手博有一个 清白有的观音雕瓷 那么挺大的一个作像 那是雕塑 那么这种是雕瓷 一般的都是清代家道以后啊 比较多件 它就主要在这个磁胎上 雕出这种的画意来 像这是一件农家乐 农家乐 农家乐 您这是 不知道有鸭子呢 啊 这两件产品非常精致 虽然说是没有没有 没有您说的这么悬哈 但两件东西确实很精致 您这件我刚才就给您说了 你别听大老师 你就不信 你就飞着听 对吧 从现在我们从年代上 从精美上 从哪一个方面你的pk不过他 嗯所以我刚才给你已经下定义了 这件东西待会儿 他们俩如果说您在赢 我都不我都不同意 所以说您这件我觉得 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基本上还是 提上你这件 所以说提前告诉你不听 你愿意听大老师的 你就等个好吧 哎 我是听李星庆的 您这一得得得我们俩人啊你是 李星庆就是说他知道你会抢 所以说 哦这是个计谋 对这是个音 你挖个坑 但我不相信 来 下面记住关键环节可看你们二位的了啊 这听的感觉都差不多 来 豆宝 开始 我看你这个 看吗 那上面有没有写着 one word one dream 你这个啊 我觉得首先那个气形啊 嗯 这不太文的啊 你看那个磕的蹭的 我们说了吗 他是那个年代的啊所谓的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气形那块这 像娜老师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餐具 都是带坑的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你这个 参赛的地方错了 嗯 我们这是文房四宝的匹配 嗯 你这就是一枕头 大家看看啊 刚才评论老师说了 他是一个两枕 说的特别对 为什么啊 他看到这边 这种东西啊 透气啊 透气啊 如果说我把它当成镇指使 他是不是跟上四宝 谁敢今天告诉我 所以可以当成卧尺四宝 对啊 一样的 四宝是可以的 但是很防四宝 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有意思了 这这谁胜谁负不知道来 双方给出价格 呃吉利吧 8万吧 8万 您那就是枕头 我还是让你知道什么叫真的8万 这个也爆8万 哎呦 这价格都爆8万 来 演艺剑 请点评他的价格 这个词证词啊 这些东西我认为市场价 应该2万块钱左右 那因为呢 那个价格 已经很靠谱了 哦 同事8万 咱也不靠谱 人家也靠谱 对 因为他听的是您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不靠谱 来我们看专家给出最后坚定的意见 有请二位 到底随 会取胜 成为最具收藏价值的胜者呢 最后胜出的是 来 我们看一下专家点击的见证一件 专家见证一件 粉彩花鸟书的 为清代晚期景德镇民谣谈 制作工艺繁复 采用莲花为地 开工会有牡丹白头鸟 寓意为富贵白头 另一面会有和莲翠鸟 生动活泼 色彩柔力造型规整 品香完后就较高的收藏 开始如何 请我们的专家 对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天下收藏到 早点 好 谢谢二位 谢谢您收看本期天下收藏 再见